立開唱2018年紅海尾牙嗨翻天 同時營收也亮眼 2018年第四季營收創單季新高 2018年全年營收更達5.29兆元 破歷史記錄 各行業領袖大聲合唱 郭台銘9日在深圳出席活動時 也回顧富士康在中國大陸的發展歷程 我們在曾經雇用過 一千就是有離開的 又在一千五百三十五萬的人士 我們這個用工 累計用工 農民工有一千三百八十六 大學畢業生大賺了一百零七萬 除代iPhone改寫全球手機版圖 郭台銘也提到第一台iPhone 就是在深圳龍華廠誕生 雖然那是屬於美國級 可是在這個深圳生的 所以也算有一 也算有中國 應該有中國的身分證 大家都說 中國做的是出自爛造 我覺得不見得 iPhone這麼好的品質 也在深圳做出來 看你怎麼管你 看你怎麼用人 看你怎麼樣去執行旅行你的制度 而賈博斯到底有多麼追求完美 郭台銘最清楚 做了這一台 我們幾乎是 我幾乎是六個月 八個月沒有睡覺 因為賈博斯非常的挑剔 這個不行 那個不行 打掉重做 打掉重做很多遍 雖然生產過程辛苦 但郭台銘也坦言 跟賈博斯工作的經驗 對他影響很大 東京產經新聞綜合報導